这排面,历史首次,NBA决定在詹姆斯破记录时叫下官方暂停 并请官方档案管理员记录本场比赛 本赛季,NBA要有主要所准备最隆重的事情 无疑是詹姆斯打破贾巴尔38327分 常归下得分记录,成为NBA历史得分王的事情了 目前詹姆斯距加巴尔的记录还差223分 尤其目前老詹状态火热,破记录应该是这几场的事情 按照詹姆斯生涯取得的成就和目前的状态来看 无疑能将总得分刷新至4万分 那么下一次NBA要见到打破历史得分记录 短时间内是绝对见不到了 因此,这个百年难遇一次的时刻 NBA也做了特殊的准备 据悉,NBA准备将在詹姆斯破记录的一球打进后 叫下一个官方暂停,并且举办庆祝活动 还会邀请NBA档案管理员来记录本场比赛的数据 并将收藏现场的纸质积分牌 除此之外,NBA官方还将收藏本场比赛 詹姆斯穿过了球衣和本场比赛使用过的篮球 孤立之后,这些都能卖一个突破天际的价钱 那么大家认为 NBA官方会在詹姆斯打破记录的瞬间如何庆祝呢